两大主力回归,最强阵容出战亚运会,中国南篮目标冲击金牌,在打完两场十余赛的比赛后,中国南篮红队集体前往美国拉链,据悉在这七天时间里,他们将与五只参加NBA夏季联赛的球队,进行内部教学比赛。 比赛的对手包括火箭队和步行者队,根据安排,南篮红队在美国拉链完毕后,将奔赴江苏昆山,出战昆山国际南篮锦标赛,今年的昆山国际南篮锦标赛,红队将与安格拉南篮,乌克兰南篮,以及塞尔维亚南篮交手。 比赛将于7月28到30日进行,然而这所有的这一切的目的,都只累了被站在印尼亚加达进行的亚运会。 近日,2018印尼亚加达亚运会篮球分组已经正式出炉,南篮共有15支球队参加,中国队所在的D组只有三支球队,同组的对手是中亚和西亚两支禁旅哈萨克斯坦与巴勒斯坦,未免冠军韩国队被分在A组, 伊朗队和菲律宾队则被分在B组,2014年的人川亚运会上,中国队发挥不佳,他们相继不敌日本和伊朗,最终仅名列第五名,而东高主韩国队则在决赛中,击败伊朗获得冠军,南篮红队将代表中国南篮出战本资的亚加达亚运会,比赛时间为8月8日至9月1日,是预赛第三窗口期,南篮红队主场不敌韩国, 客场不敌新西兰,遭遇两连败,毫无疑问,红队输球最大的原因,就是丁燕宇航的缺阵,没有了丁燕宇航的红队,就等于失去了绝对的进攻强点,导致进攻变秘。 第一窗口期,正是凭借丁燕宇航30分的劲爆表现,残震红队客场大胜老对手韩国队,而内线核心周琦还没有代表南篮红队打过比赛,不过他在火箭这一个赛季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, 对于红队而言,有周琦在内线,护矿和篮板球都将得到保证,而李南在南篮红队与火箭的教学赛后表示,周琦,丁燕宇航他们应该都可以归队参加亚运会, 中国南篮镇中拥有了丁燕宇航、周琦、阿布都沙拉木、赵继伟等实力球员,是夺冠头号热门,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支竞敌不参加亚运会, 中国南篮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韩国和日本,尤其是市域赛刚刚爆冷击败澳大利亚的日本队, 规划球员法则卡斯和混血球员巴村磊将是中国队重点照顾的对象,对于李南而言, 亚运会不容有失,如果红队能够在亚运会夺金,李南就有机会脱颖而出,成为男男主帅, 毫无疑问,丁燕宇航和周琦是他手中的两张夺金王牌。 họ就是红队。 在冰箱下之火和沙迟不消, 代表冰箱我和红队我是过分之外, 因为这道全部都消声了。 再 Scr Glue Em宇航和周琦是完整的不畏格, 感谢观看